接著我回答一個問題 這也是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當家庭有人有問題 丈夫、太太、子女有問題的時候 這個人怎樣可以有平安喜樂 怎樣能處理到 當我們家庭有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們第一要分辨 分辨就是這個人的情況 按照人來看有沒有改變的機會 當然就算沒有改變的機會 也仍然可以改變 但起碼按照人來看 他的情況去到什麼位置 這也是我們能處理的 我給我一個例子 你有一個年紀很大的婆婆 我媽媽已經是 總之說真話都是同樣一個方式 他都很難改變的 已經幾二十年是這樣 你期望他改變真的非常難 所以按照普通情況來說 他都會繼續這樣下去 當我們周圍有一個人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人都是長期這樣的時候 我就需要放手 但因為人為什麼很難放手呢 因為我們始終看人 就是心裡面覺得 有人有安全感 有人我們有身份 譬如我的丈夫好 我的太太好 我的兒女好 我有身份 我有重要性 就變成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種安全感 一種安全感 但因為這種安全感 反而帶來缺乏安全感 為什麼呢 因為你越想得到安全感 你越得不到 因為你想要有 但他越給不到你 越給不到就越不開心 就越不安全 所以很大對比 越想得到安全 越得不到 這樣的時候 反而放手 就能夠得到的 即是說 放手就說 我都知道他是這樣的 我知道我越拔著他 我就永 可以說 普通人來說 是永不翻身 因為怎樣 永不翻身呢 你越期望他是這樣的 他永不改變的時候 是不能翻身 我們就分辨了 既然他是這樣的 我怎樣能夠去放手 當我們 第一 我們放到手 你說我願意 我願意 我知道都是依賴不到的 不過我求神改變他 兩樣東西有個不同 一個就是說 我是否依賴他得來 第二就是 依賴他 第二我仍然幫他 仍然幫他 作為基督徒 永遠都是 我們永遠都是要祝福他 永遠都想祝福他 不過 如果我依賴他改變 由我才有平安期內 可以說 有時是真的會很失望 這個包括 我們對於某些人的期望 都會很失望 那時候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就是真的 放手 需要放手 但怎樣放手 問題是怎樣放手 因為實際 人 尤其是女性來說 是會比較覺得 家人是人生最重要 這個是神給女性 有一個天性 例如媽媽你說 你對兒子放手 兒子就是他的生命 實際上是真的很難很難 因為我又不是一個女人 男性是比較容易的 我在我小時候 我真的很容易 為甚麼呢 當我分辨到家裡離婚 吵架 打 我分辨到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 我就已經覺得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一出門口 就已經很開心 立刻很開心 立刻就放手 立刻就輕輕鬆鬆地上學 很興奮的 總之一走出門口就開心了 就上學 又會忘記了家裡的東西 一回來 就會記得回家裡的東西 但是 因為其實慢慢 那個爭吵都減少了 慢慢就沒有那麼受影響 但已經有一種的 就是已經有一種的傾向 就是不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沒有那麼體重 所以失望的時候沒有那麼嚴重 其實後來也試過有一段時間 也挺嚴重的 但是在很嚴重的時候 我都說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捉得那麼緊 我覺得是難性比較容易的 女性是會比較困難的 但是你說知道困難的時候 有甚麼方法呢 第一個方法最重要就是神的動作 所以剛才我跟這位姐妹祈禱的時候 他都覺得很喜樂 那時候他覺得容易一些 他馬上說 我都可以放在心上 因為他在喜樂的時候 好像忘記了那些東西 即是在喜樂的時候 不過我告訴他 可能有些東西會來過 所以又要持續在神的喜樂 以致祭祀 神的喜樂是最飽足的 神的喜樂是最實勢的 是真正幫到我們 在我們衡量 我們整個生命 到底我們人生 我們最重要是否建立我們的家人 的確是很重要 但始終他是另一個人 我們 即是說 作為媽媽 媽媽的子女 或者丈夫 到底我的價值 在我本身去尋找事奉呢 和我能夠給神勇呢 還是我的價值在建立我的家人呢 其實兩人都有 兩人都有的 但這一樣的比重 就是看每一個家庭 譬如你的家庭 真的會被你影響 這樣的時候 你自然應該 你將你的家人的比重 就放高了 因為它不給你影響 但如果你的家人 都不給你影響 它呢 很多問題的 譬如說 總之任性 一些癮 什麼都會有的 這樣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它是不會給你影響的 那時候 就需要開始說服自己 即是告訴自己 我再期望 我只有更多失望 以及我達不到神給我本人的價值 我更加失望 更加達不到神給我本人的生命的目的 因為被丈夫構成 或者被子女構成 他們一路始終 一路不好的時候 而我們受他傷害 就始終覺得自己 沒有用 失望 不行 就會連自己的力量都沒有 但是當我們 在神裡面得力 就算他不改 我可以有機會 慢慢改回他 有些人 我見過他 他很想家人改 但是他很猛 就是這樣 因為他心無平安 起落 於是他很猛 想改變 就是改變 所以 我鼓勵大家 你分開 我對我本人生命的責任 以及我對我家人的責任 這兩樣都要的 不過這個比例 是 每個家庭不同的 他們越是給你幫助的時候 你應該放的比重越多 但是我們依然 我們依然在外面 有很多祝福的機會 我們發揮生命 有很多祝福的機會 就是說 你家人 你最多 好像他這樣 他一聚集 家裡有幾十人聚集 有些可能 五十多人 五十多人 五十多人聚集 不過有很多人未被他影響 沒有哪幾個 沒有哪幾個 如果他停留在那五十多人 經常都說 我要改變他們 他可能很失望 因為他們 人很有趣 自己家鄉那些 不夠辣的 外面那些 才可以 雖然他在外面幫助很多人 但是他在自己家鄉 他影響不大 這個其實 每個人不同 是不重要的 但最重要 我們都不會 找到一個位 我們可以發揮 如果都找不到 找到 找到的都找不到 有一個位 有一個位 比沒有位 有一個位 我都能夠發揮到 這樣做人有意思 就算普通人 也有這個 普通人的思想 也會 有時候夫妻 很好的 大家一起活動 但有時候 有些相處真的很困難 他們自己都會各自各精彩 不過各自各精彩的字額 不太好 他可以做些好事 他真的會去幫助很多人 他未信耶穌也好 他都會找一些東西 他做到有意義的東西 何況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是可以發揮的 這麼大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 我們衡量到 他真的很難改變 不過問題是 我如何得力 第一步就是 我從神得力 我從神的同在 那你可能很難 但是你每日親近神 敬拜神 你每日敬拜之後 開始你的人就鬆了 鬆的時候 你就說 原來有神同在 這樣起落 於是我就有力量 走向前 就是神的同在 改變最好的 另外就是 誤性上的改變 就是我知道 我家人是這樣的時候 我就需要放手了 這個需要有時宣告 我不需要被他影響 我不需要被他拉住 善禮說 生命有奇妙計劃 我可以祝福他 但我們以善性我 我祝福他 但我不需要被他拉住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被提升 這件事 我真的都見過不少 尤其是姐妹比較多 這個情況 很多是因為這件事 而卡住了 所以不能夠向前去 求助幫我們 分辨到 你分辨到 其實就不難的了 你總要向前去 你每天向1%就行了 每天向1% 我每天放手1% 我知道他是這樣的 你回家看見他 是這樣的 我知道他是這樣的 我就告訴自己 我放手 我就轉身 我就親近神 親近神 我得力 得力 我就能夠不給他影響 我就心裡祝福他 但我裡面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其實這種原則 亦可以應用在我們整個人的方向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方向 我們做人都需要方向 我自己都需要方向 所以我會說 神啊 你想我怎樣最善用我的生命 我怎樣在我有的時間 發揮最盡 走到最好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定的 定的方向 你知道我向這個方向 你就可以去得到 我希望大家每一個人都能夠說 我知道我的方向 你未知不要緊 神啊 你開始告訴我 我想你告訴我 我的方向 只要你向著那個方向去 有些人就不是 一輩子都是 紅茶茶的眼前 見到甚麼就走甚麼 做甚麼 一輩子都是 眼前做甚麼就做甚麼 一輩子都是這樣 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有從來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見過 沒有想過 是沒有想過 甚麼方向 我希望大家 會想 但有些人說 我不行了 我又不是那些材料 我怎樣去得到 其實 在我們中間的福士祈禱 大家看到 真是誰都做到 誰都可以做到 你參與到 你就可以開始做到 只要你願意的時候 你就可以進入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我們可以 其實在這裏 我不是看有多少 有多少受幫助 我是看有多少個想被輕微服侍 如果我見到有足夠想被服侍的人 我就會一直持續這個訓練 我是看誰想被訓練 因為被服侍的人 他過來了 你服侍我 遲早有一天 他說我不用了 我現在不用服侍了 因為他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他解決了 他便覺得不需要 因為他的目的只是想服侍 這樣的時候 他無法發揮過後 但如果 人是想被神使用 他便會發覺他的生命會很不同 就像我一樣 因為我找到這個方向 而我去到不同地方 告訴別人的時候 那些人都找到那個方向 我們生命可以怎樣影響人 怎樣興起人 我都可以教他們 怎樣在群體中興起人 興起人 然後帶著他們 訓練他們 帶著他們做 讓他們看我們怎樣做 然後他們學了 就 猜派他們去做 首先在我們眼前做 然後 讓他們分開做 做到下 他們都能夠興起人 這樣的事 為助於 有門 teor survive 有舞蹈 仲浽 作詞 不要緊你 拜託